原来我们三个一直都有低气谈吗 他为什么要放个无糖的东西在这 我现在需要有糖的东西 看你这画面 真的觉得前面有点过分 在今天谈言中 叶浩翔因为需要加奶量重新爬山 不久他胜在做一段杯子的加奶量 但加奶量丝毫没有领情 还说道 今天我想不想给你PK了 今天我想弄死也好想 而来得下目的第十 明明是在说话 宽敬仪却仅仅转入叶浩翔的衣领 是多少有点过了吧 叶浩翔真的比我们想像中的更加强大 on fire的时候 然后是在入那个 Friday time的舞台 那个那天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奶奶这样的分明去世 真的就是我爸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我愣住了 那时候在那个 做事情和工作 所以我得 那个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去完成那个舞台 而那天的他 在面对工作人员的程度 还在积极的调整系统 这么一个玩 就是没有碰到 我可以碰面了 用着去 比方的面团 那边的意思 也要知道吗 我也可以 你会哭死 你以为的叶浩翔唱唱情歌 实际上的严浩翔唱情歌 你也记得 从你后就说出再见 渐渐如铁 温暗中有种 烈日轴身的错觉 你也记得从你也 零零后的大多大 比你多大 大小明星 严浩翔 小言你刚计事的时候 记忆当中的用的电子产品 是什么的 一笔机干什么 没有 没有 没干上 我零四的 那你小时候是不是玩又一机 都PS开始了 你玩过黄卡吗 黄卡 FC可肯定没玩过 小八王谁还是太老 那个谁人家输了 黑卡玩个吗 输输白说 我第一个游戏机是Swift 紫园啊 紫园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看起来 就是 哇 没有这个东西 好像比较颠断嘛 颠断于是 紫园是什么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像不一样 翔哥真是自带B King属性 大家一起开招 别人被喷雪 都是一脸抗拒 丸子直接上手挡脸 马哥张哥和鸭鸭 画身表情包 躲都来不及 唯独翔哥 一脸淡定 微笑面对 张哥都一脸不可思议 但翔哥就算雪花 直接怼脸上 都是微微一笑 这随意的慵懒感 真是绝了 真的有被杨翔这段帅倒 明明是要给母亲 写下自己的心意 却被施达夫一直说道 并不想和你们分享 并不想和你们分享 继续剧 还仍然不死心地说 那你这边 你又没有这么多 有你知道 而杨翔丝毫不惯的 直接反对 那就那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说实在风景 你别傻